每次让大家有感受到你们好笑的地方 比方说有人用肢体有人用化妆 为什么运红约你可以画出这样的一种眼影 你看山下大神帮我画的 沈维仪会有名模的蔡淑珍小姐 你对于刚刚她那样的眼影妆 还有她的style 你说她吗 是的 是的 我觉得不要吃过她 我好坏 你已经在搞笑了 哎呦你们在里面 其实刚刚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 一直有不滋不滋的声音笑出来 不过真的看得出来 大家在里面也是这个洗尽全力 你们要演一个恶男是吧 对 其实我觉得刚刚的片花对我好客气 都没有把我手坏的就是剪进去 因为其实她是游走在坏跟可爱的边缘 因为其实她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坏 因为她其实有一个黑暗面 她不想太好 因为她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的东西 因为一些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所以她就是要让吃饭 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坏 所以她就是很多时候是故意耍坏 但是有时候 其实觉得她 她要就是游走在坏和可爱的边缘 因为如果她真的这么坏 不可能有这么多女生喜欢她 所以她还是会有可爱的一面 但最最觉得我可爱的就是她啦 但是最惨的也是她 因为就是我一直都把她当兄弟 但是我对她很好 虽然说我欺负她 但是她现在在不然要自己辩解 没有 我没有要辩解 我是觉得说我对她是真的像好兄弟那种 就是你会有时候会使唤你的兄弟 也会欺负你的兄弟 但是其实世界上你还是在乎她 她是我一个最最最好的朋友 嗯 刚刚张东良讲的时候 刚剪出来的对你太客气 你没有很客气啊 之前预告已经把你剪了一塌糊涂了 对 对 把你们各的形象都剪出来 今天在剪这样子补一下预告 然后刚刚在就是你刚刚在转的那种心事 对 她是一种 超内心的 对 你在里面有一种这个 这个身份的转折是这样的 因为我执行长的身份的前身是酒家女 然后我会跟高家的关系这么密切的原因 也是因为就是 爸爸 陆爸爸 陆爸爸 陆大哥演的角色 就是他是服装公司的社长 他把我从酒店拎回家了 因为他觉得我可以更好 刚刚现在就很爱在路边拎人回家 对 就是腹子露这个毛病 爸爸拎了他 然后我拎比较多 我拎三个 我拎三个 家里都是流浪猫 流浪猫 有时候谈谈说 我爸爸对不对 这里面都会演一个这样的感觉 那这个里面 从头到尾刚刚看起来 一直都很美丽的就是王凯亦 是不是 哇 还穿上了白色 我要问吗 对 我刚刚自己好感动 我获获在这里落泪 为什么 就是觉得看到舒淇 她的痛 然后就想到我自己 又觉得哇 高小姐真的很坏 哇 哇塞 你看那短短的片段 精彩 只是说变化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对啊 郁虹渊一直这样 有一点版纯 包括预告 还长个胡子啊 对啊 你对于这样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啊 真的好玩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 你长这么可爱是不是 可是我那时候对那个 鸡姐妆啊 我很期待就是 希望真的可以像那个 国民女的 国民女的 那个女生真的有感觉 好啦 期待我们在未来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有更惊艳的演出 好啊 我刚刚很想过 梁正群 梁正群 在一开始 vrai这边